冷血盯上了追杀他的兔狗组合 不曾想却被天朝门门主杨坚发现 杨坚的武功极其高强 竟是不到三招便打晕了冷血 幸好擅长骑门引申术的无情出手 用机关铁爪带着冷血逃顿了起来 四名追出门外的护卫 见冷血被凌空射起下的不轻 冷血再次逃出升天 让凌落石怀疑起了杨坚 他认为天朝门是杨坚的地盘 杨坚有非常大的嫌疑 于是命令手下的兔狗组合 再次搜查杨坚的住处 兔大师嘴里说着懂了 实际上语气态度嚣张无比 直接杀进了天朝门搜查 诸葛轻轻见两帮人马狗咬狗 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他悄悄来到杨坚的行间 将一件血衣放到了杨坚的床下 来了一招栽赃嫁祸 满斩查时间后 杨坚现身叫停了激战的众人 他不愿得罪凌落石 而他自己也行得端坐的正 因此放任兔狗组合随意搜查 而他的这个举动 恰巧中了诸葛轻轻的计谋 那件藏在床底的血衣被翻了出来 兔大师见状得理不饶人 要杨坚交出窝藏的刺客 这件血衣跟刺客穿的一模一样 杨坚 你还有什么话说 怎么样 还有什么话说 到底是什么人 连影子也看不到 诸葛轻轻被无情救走 杨坚现在是百口莫辩 只好对兔狗组合承诺 会亲自向林落石交代 出发去见林落石之前 杨坚想到了一个妙计 他吩咐手下的左护法 替他制作两件血衣 到时候足够让他洗脱嫌疑 随后杨坚去见林落石 理直气壮地指出 是有小人在从中作梗 意图破坏他和林落石的关系 兔狗组合文言大怒 让杨坚把话说清楚 血衣是从杨坚的床下找到的 一件血衣 就断定我和刺客有关系 照你们两个这么讲 你们两个嫌疑同样大 我怀疑 你们两个就是幕后主谋 你搞屁 杨坚前往兔狗组合的房间 从他们两人的床下 找到了两件一模一样的血衣 让狗兔组合瞬间猛逼 直呼是有人栽赃嫁祸 将军啊 我怀疑这两位大师 有背叛之心 将军 原谋啊 将军 一定是有人栽赃我们 杨坚用诸葛轻轻的把戏 栽赃嫁祸给了兔狗组合 从而证明他杨坚是清白的 林落石自然知道兔狗组合 不可能会背叛自己 因此出言打起了原厂 认为都是误会一场 杨坚和兔狗组合中心耿耿 不可能会窝藏刺客 将军您真是英明 如果没什么事 杨某先告死吧 嗯 那请别吧 这个杨坚 杨坚回到天朝门后 思考到底是谁如此神通广大 可以在天朝门内来去自如 将血衣放在了他的床底 左护法文言说出了他的想法 他认为无情十分的可疑 这个人看似是个残废 实际上深不可测 杨坚认为言之有理 随即找来的兔狗组合 带着两人找到了无情 指出无情就是救走刺客的内奸 等一等 你们突然跑到这来说 我勾结刺客 请问有何证据 不是 有什么证据 杨坚只是心中有所猜测 哪里拿得出什么证据 准备先将无情抓起来再说 无情是灵小刀的老师 灵小刀见没有证据 不准众人带走无情 无情也嘲讽杨坚是在公报私仇 自知斗不过他 就用这种卑鄙手段进行污蔑 门主 手跟他露锁 抓回去再说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个就是证据